嗨!我現在在關島 這邊有一棵很漂亮的樹 你要不要躺上去看看 真的好久沒有看到國外的美景啦 隨著全台疫情區換 演藝圈陸續復工 在萬婷為此事前 徹底飛往關島打疫苗 可以透過YouTube頻道 分享這段難得的旅程 嗨!我現在在關島 你看後面也是這個關島的字樣 這邊天氣真的超好的 太陽好大喔 我們現在來到篩檢的地方 因為現在回頭要負負藥 所以呢就是在這個牧裡面的診所方便 然後現在在這邊叫我們 終於來到海邊沙灘走一走了 太棒了 太陽出來了 然後呢這邊有一棵很漂亮的樹 就躺在上面呢就很悠閒可以開出異國風情的照顧 你要不要躺上去看看 你知道我在幹嘛嗎? 我在量體溫 你知道第一次我走進雙床的時候 我還差一點用額頭去量 想說這個位置不對啊 怎麼那麼低啊 後來看到人家都是兩手 這邊關的很特別 他都是兩手 我們現在要去拿報告 拿完報告證明 是沒有吃的 我們明天就可以 拉雞回台灣隔離了 拿到報告了 嗯 還好沒事 可以回家了 前幾天大街都空空的 今天剛好是他們的解放日 所以有放煙火 超美的 我覺得我們很幸運 來的剛好是時候 和朋友的家這邊 就可以正面看到煙火 到了打疫苗的地方 這是一般的民眾 都可以來打的地方 現在進去啦 打疫苗了 還是有一點莫名的緊張 現在報到囉 看完了 我覺得緊張多過於 恐 但是其實很快 然後 目前為止也 都滿OK 現在呢 就是坐在這邊 休息跟觀察 之後 15分鐘後 沒吃就沒有離開了 太幸運了 終於完成了 第一劑疫苗 我們又到飯店了 現在準備要昏迷 目前為止 也都很OK 出了頭 有一點混混的 很像有一種酒醉的感覺 其他呢 都還好 我想睡一覺起來 應該就會沒事了 如果你是之後 有想要出國打疫苗的 其實現在 政府都管口控的 蠻嚴格的 比如說 我們出國前 就要PCR採檢 然後回國 所以我牽引要PCR採檢 那 到了機場以後 還要做 拖曳檢測 那 我們在防疫儒館呢 待了14天 自我監測 以後呢 最後再做一次PCR採檢 才可以 回到自己的家 其實我這一趟會 打算出國來打疫苗 是因為之後很快 我的戲就要開拍了 那所有工作人員 都可以戴著口罩 但是呢 因為我們 表演者 是沒有辦法戴著 口罩工作的 所以呢 為了要自我保護 也要保護我的家人 那我也不知道 台灣什麼時候 可以打到疫苗 所以我就選擇了 先出國去打疫苗 那也順便提醒 一些想要出國打疫苗的朋友 可能要注意的事項 或者是這一整趟旅程的經歷 分享給你們囉